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生命与理性也看成对立 生命life 理性reason 他们认为生命是非理性的概念 所谓理想 正义 公道 是非 都属理性方面 生命里则没有什么理想 正义 公道 与是非 二者是对立的 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讲理性的 就完全把理性看作与生命对立 同时注意生命的就想冲破理性 生命有从形上方面讲 有从形下方面讲 从形上方面讲 喜欢讲辩 冲破一切的辩 冲破矛盾的辩 哈拉克里图师 这位哭泣的哲学家及其代表 这是注意生命一面的一个象征 同时重理性的则讲不辩 此或为巴门利地势的形态 或为柏拉图形态 然皆轻忽了生命的真实性 柏拉图的理性是纯智的 他讲的灵魂亦是纯智的 但生命不这么干净 这是一个对立 至于从形下方面讲生命的 在希腊哲学里 从感觉经验说明知识 使其变形 普洛塔戈拉士便是说 知觉及知识 人为万物的尺度 就完全是零碎经验的主观主义 虚无主义 而柏拉图则在知识上 就重视理性 此虽是说知识 然亦是生命与理性对立的一个形态 如生命知识生命 看不出它的意义来 理性便只是外在的理性 理智的理性 如是这些对立是免不了的 是圣多玛讲神学 以外在的理性讲 但是耶稣成宗教 则是代表生命的 但是这个生命 神学家不能了解 以外在理性建立的神学 是不能揭起生命的 这是以外在的理性 束缚生命 二者仍是对立 并不能得到调和 西方对生命了解不够 对理性亦了解不够 对耶稣马丁路德 所表现的生命了解不够 对康德所讲的理性 亦了解不够 其理性乃是逻辑的数学的理性 由于这个缘故 所以在十八世纪 出现了启蒙运动中的 开明理智主义 后来又转为浅薄的理智主义 把一切平铺 看成没有价值 没有等差 平庸凡俗 致死一切 于是生命的反动 极浪漫的理性主义 而又鄙弃的理性 理性是外在的 则生命即使原始的行动 与混沌 这是生命与理性 都是偏的 都没有讲好的结果 凡是生命力强的人 如尼采 极不受理智主义的理性 所束缚 因为此种理性 与生命根本无关 近代有康德与黑格尔之理性 极有舒本华之盲目的意志 blind view 这也是代表生命的 接着下来就是尼采 19、20世纪 生物学很有进步 如达尔文等 同时既有伯格森讲创话论 从生物学的生命上讲哲学 其实仍是把生命与理性讲成对立 文学家讲生命是当行 但他们只是歌颂赞叹生命 并不能当学问讲 他们心目中的生命 就是哲学上与理性对立的生命 哲学上与理性对立的生命 究竟也没有成为真实学问的对象 所以在哲学里 注意生命的哲学家不是正宗 他们常被认为反派或野狐禅 他们所讲的道理 不能算是正统的 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学问 亦由文学家歌颂生命 不能算是学问 这其中的意味与对立 尽使着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解 他们介绍了西方的这一面 三四十年来 稍微能接近一点西方哲学的 得了一点意味的 便很不喜欢讲生命 价值意志这类的概念 他们以为这都是情感的冲动的 不是学问的对象 他们心目中的理性和西方传统 所表现的一样 是外在的理智的理性 他们心目中的生命 也是与西方传统所表现的一样 是原始的冲动与混沌 生命成了无理以润知的东西 它或者只是诗人文人口中的生命 或者只是一片荒芜 不是学问贯注到的地方 近时中国人忘掉自己的文化传统 完全不知我们的前圣忘贤 都是在生命上讲学问 他们是首先把握生命 但是他们的把握 一方固不是诗人文人口中的赞叹 一方也不是西方人所表现的生命 只是生命 与理性为对立 他们首先把握生命 同时也首先把握理性 但是他们的理性 一方固不是外在的纯质的理性 一方也不是与生命为对立 这种用心 与这里面的观念 尽使知识分子大概全无所知 全忘记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理性 都是向西方人那种破裂 对立的方式走 把数千年来 古人所给我们讲的 和谐调护生命之学 因而所给我们的和谐的生命 全部遗忘而毁气了 然而西方人那种对立的境界 实在低得很 生命究竟是真实的 不能规划的一个激素 人间的一切 是人的生命的表现 历史是人创造的 也是生命的表现 若生命只是诗人文人口中的歌颂 或只是一片荒芜 不是学问所贯注到的 或如西方那样 反讲生命的都是野狐禅 不是真正的学问 则人间的一切与历史 都无法得其说明 亦无有讲出一个是非善恶 以指挥并评判人间的活动与历史 所以对生命与理性的积极认识 是学问上顶重要的一个关键 司马前说 旧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 若是人生与理性 是西方学问所表现的那个样子 这两句话完全无意义 历史无从讲起 希望大家在此多用一番心思 今天只讲到这里 下次再从道德上讲意志 1954年10月9日 与台湾师范学院会议室 至少许不在心思想 这是咱们的变化 这是这是咱们的变化